文章来源 环环看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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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对于地方财政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那么房贷利率下调后 迪加各地不断出台的其他就是措施 对于市场来说都是一种强刺激 你会因此而入市吗 2023年 我国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比2022年减少了6300亿元 出现了历史上的首次下降 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不再愿意贷款买房 一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10%的利润 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 他就活跃起来 有50%的利润 他就铤而走险 有100%的利润 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 他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脚手的危险 人们之前敢用杠杆买房 其根本原因是 市场上存在着许多买房致富 跨越阶层的示范效应 但现在呢 这几年经济形势本来就不好 且有多难赚 相信很多人都深有感触 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 预期是持保守态度的 薪资不涨 还时刻担心裁员 就算稍有积蓄 也是要留作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的 不敢轻易消费 再说 贷款30年的利息有多少 恐怕都快赶上本金了吧 现在房企爆雷的又那么多 如果掏空六个口袋 背上了几十年的巨额债务 还要承担买到烂尾楼的风险 让人们望而生畏 此外 从另个角度来看 每次降息 实际上都是在收割那些存钱的人 毕竟银行也要算自己的账 贷款利率一降 存款利率必然也会随之下降 央行数据显示 2023年末 居民存款规模 已经达到137.9万亿元 相比2022年末 增长了16.7万亿元 众所周知 高额的储蓄所 反映出的居民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规的心态 可能导致消费不足 抑制需求 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所以 存款利息下降 就是在逼那些 想要靠存款躺平的人 让钱重新流通起来